好 水颤是进化心灵 更是强健筋骨 接下来这则新闻呢 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带您看水颤演绎的好处 因为有附件的专家发现 水颤要演练的这些动作 会用到平常我们不太使用的肌肉或者关节 所以呢 对于肢体的舒展有不错的效果 看到X光片的比照 右边这张是跪拜时拍摄 左边这张是站立的拍摄图 其实站立时脊椎不是直的 从侧面来看呈现微微的S型 现在人长时间固定姿势在电脑前 容易造成脊椎伤害 更需要借由正确舒展 来活动平时扫动的椎关节 有一句话叫做用筋沸腿 你脊椎几乎都没有在运动 它就慢慢就僵持 然后甚至脊椎本来是一节一节是关节 它就慢慢的愈合起来 此地技术学院放射系老师许博翔 照过无数脊椎僵直症状的X光片 常常在想要如何改善患者症状 入水颤后恍然发现 水颤的跪拜动作就是一个很好的脊椎运动 那因为我们上半分的那个颈椎跟胸椎 好像就比较少运动到 可是如果你再加一个这个顶礼的动作的时候 你会把那个颈部弯下去 然后再 然后腰 那个胸部腰也会这样子弯下去 它会有一个伸展的动作 所以它是一个全面性的 一个起立 一个回升 搭配优雅的动作 人人以虔诚的心入颤 起敌无名烦恼 外在身形也获得最好的舒展 待新闻怀疑综合报道